真的好夢幻喔 這個冷凍櫃 看得很清楚這樣子 真的 像這種傳統式的這種冰箱 你還要記得 本來它的容量是100公升 它開始結霜 結那個霜 就會讓你的冰箱越來越小 像我們這樣子 如果它一層一層隔開 還有足夠的這個冷風 在裡面保障 當然東西也不建議 就把它全部塞得很滿很滿很滿 這也不符合這個效應 如果還有一點空間 讓它冷空氣這樣循環 其實它又可以省電 然後又很容易找東西 所以我們大概要裝幾分滿 是比較剛好不傷它的 其實七八分滿差不多 剛剛它有 因為它是風冷室 它是整個風在裡面跑 對 那你也可以一分門別類 然後當然冷空氣是往下跑 然後那種高污染風險 你把它往下放 直接吃得往上放 就是其實這個就幫你設計成 這個飯店最高規格的食安 去保存 好聰明喔 而且我看它的表面 就是整個很時尚智能的觸控 今天很高貴的海鮮買回來 趕快它冰凍起來 你把它趕快丟進去 然後一按 它就馬上幫你降溫 瞬間冷卻 可以冷凍 是 它觸控的耶 對 所以你馬上 你還可以控制溫度 好高級喔 有激速冷凍 全冷凍 鎖定都有 一個精品的冰箱 很有質感耶 是 好漂亮 對啊 超美的 那像我們如果真的 去一個大賣場回來 我們要什麼樣的順序來擺放 最容易低 然後最需要冷凍的 我們都會把它往下放 往下放 對 像就比如說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放的是正確的嗎 你會怎麼移動呢 如果是我會把魚放到最下面 魚放到最下面 好 對啊 快點刷一下 肉粽呢 肉粽我會放上面 好 肉粽放上面啦 因為直接吃的 對啦 對 這個我們要趕快學起來 因為這樣才能分門 肉粽我會放在冰淇淋 冰淇淋放上面 冰淇淋最上面 其實肉啊 湯啊 都往中下層放 那海鮮放最下面是最恰當的 了解 所以麻糬也是放上層的 麻糬放上層 因為它不會再 不會再負熱的 一定是放最上面 往往很多人都問我說 對 海鮮買進來 對 這可以放 冷凍櫃放多久 其實完全取決 你的冷凍設備的條件 好好吃喔 漂亮 顏色也漂亮 對 顏色也要有層次 配點紫洋蔥 真的 有小番茄 放點小番茄也不錯 完成了 掌聲鼓勵 真的 很好吃 真的 但我覺得啊 尤其是海鮮 它能保持住它的原味 它的鮮味 其實最重要就是有好的冷凍櫃 好的保存方式 是 這個食材新鮮保鮮 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其實 以前我們都是冷凍櫃不夠 所以不敢買冷凍食材 回來放 對 那尤其像這種上鮮式的 你看一個廚房才一兩瓶大 太佔空間了 這個就去了大半瓶 你根本就不用沒有地方放 那其實現在像這種直立式的 它就可以在角落不佔空間 對 又有容納量高 對啊 而且這種國餐品牌 它其實有非常多款 像我們有大家庭 一家十幾口的 有小家庭兩口的 那它就各種size 你就看你家的 廚房有多大 你就放在角落就可以了 太方便了 而且又是便品 而且省電 省電很重要 也很環保 有些冰箱很大 那電費超貴 對 所以其實它都幫你設想到 太好了 這是媽媽心中夢幻藝品 心動了 真的 好心動了 謝謝小肝主廚的分享